水浒传故事 增头市 原著施奈安 改编张有鸾 绘画陈元都 梁山军队打破大明府以后 消息传到东京 蔡京大京 连忙报告徽宗 再派军马攻打梁山 这次派的是灵州两个团练士 一个名叫善廷归 穿的黑战袍 打的黑大旗 旗的乌黑马 是一条黑杆枪 这人善用绝水进兵之法 人都称他为圣水将军 一个名叫魏定国 穿的红战袍 打的红袖旗 旗的大红马 是一口熟钢刀 这人经属火攻法 上阵专用火器取人 人都称他为神火将军 梁山探视人 在东京探明了这个消息 赶忙上山回报 宋江得报 就和众人商议迎敌之际 官圣向宋江请求 交给他五千军马 前去攻打灵州 不让善廷归 魏定国走进梁山 宋江大喜就叫宣赞 好斯文二将跟随官圣 领军去打灵州 官圣领军出发以后 吴勇有些放心不下 就再派连冲 杨志领兵 孙力 黄信为副将 也领五千军马 跟随下山 前往接应 李逵也要求随军前去 宋江不云 把他喝退 李逵憋着这口气 当夜二更时候 拿起两把板斧 独自偷偷地下了山 李逵在路上 碰见一个大汉 这大汉因李逵 长得相貌出奇 就上上下下地看 看得李逵活起 和他打了起来 那大汉最会摔跤 李逵连被摔了两跤 李逵爬起来要走 却被那大汉叫住 二人互通了姓名 就结成了好朋友 原来那大汉叫焦挺 也是一个 有一身武艺的英雄 焦挺原来打算 投奔枯树山 丧门神报序的 现在遇到李逵 就决定投奔梁山 并且约李逵 联合报序 攻打灵州 然后连枯树山人马 同上梁山 李逵久闻 丧门神 报序 也是一位英雄 便和焦挺 来到枯树山 和报序相见 说明来意 报序十分欢喜 李逵交挺 报序正在商议 如何进兵攻打灵州 呼机哨兵报告 有三百多个官兵 压着两个犯人 从山下经过 三人赶下山去 杀散官兵 打开囚车 发现里面 压着的是 宣赞 浩斯文 原来他二人 在和 善庭规 魏定国交战时 物重诱敌之际 因而被擒 灵州太守 把二人 解到东京去庆宫 路过此处 报序 邀诛人到寨内 杀牛 治酒款待 他们商量 等灵州军马 出南门 和梁山军马 交战时 就从北门 杀入灵州城中 却说逃回的官兵 将宣好二人 被劫之事 报告给灵州太守 善庭规 魏定国听了大怒 正在这时 又听见 官圣在城外挑战 善庭规出马 和官圣对阵 两人斗了不到五十回合 官圣乐转马头 光芒就走 善庭规追赶官圣 官圣把善庭规 引到离城十余里的荒山上 用拖刀剂 把刀背使劲一拍 善庭规 被打下马来 官圣不杀善庭规 下马把他扶起 和他谈论梁山坡 替天行道的道理 善庭规被官圣说服了 当即表示投降 官圣和善庭规俩骑马 并投来到阵前 连冲见了心里诧异 官圣不说输赢 只说彼此在山痞之处 谈起旧日交情 招请善庭规 归降 林冲听说大喜 善庭规投降了梁山 魏定国就独自出马挑战 双方正打得激烈 忽然 灵州城里起了大火 魏定国的人马顿时大乱 探马报告 枯树山有无数人马 从北门杀入城中 放起火来 魏定国败下阵去 不敢进城 只好跑到附近中灵县 暂时驻扎 善庭规去到中灵县 魏定国营里 劝他投降 接着 官圣也亲自跑去相请 魏定国没有了退路 也就降了 官圣 林冲和李奎等人 在灵州城里集合了 收兵回梁山 善庭规 魏定国的军马 一千多人 枯树山 报序部下五七百人 都随队上山 半路上 赢者戴宗 是宋江派来探听消息 并且寻觅李奎的 当时大家欢喜 同路而行 官圣率领军马 回到金沙滩边 正在渡河上山 呼见金毛犬 段井柱 慌慌张张地 从远处跑来 林冲迎柱 就问他何事 原来段井柱和杨林 石永 在北边地方 买了二百多匹马 回来时经过青州 被增头市的 险道神 玉宝寺 带着二百多人 将马夺去 赶到增头市去了 宋江听说 宋江听说 进宫灵州获胜 又见山寨 添了许多人马 正在欢喜 即使听到增头市 玉宝寺 夺马的事 想起朝盖 被建设的前仇 不禁怒气填胸 宋江决定 进宫增头市 报朝盖 被史文公 射死之仇 并夺回 被抢去的马匹 当下新派十千 戴宗秘密去到 增头市探厅 不多几天 戴宗十千 都回到梁山 他们把增头市的情况 完全打听清楚 增头市村口 有两千多人守在那里 那里是总寨 由教师史文公主持 法华寺坐中军长 由增长官增弄 和他第五个儿子 增生 率领军队 住在那里 玉宝寺抢去的那些马匹 也都未养在法华寺里 另外 还扎了北南西东四座寨 分别由 增长官的长子增图 二子增密 三子增索 四子增奎 率部驻扎 副教师苏定 住在北寨 因为那里是增头市的后门 梁山既已晓得增头市的情形 吴勇就和宋江计划 调动人马 分作五队 去打增头市那五个寨子 卢俊逸当即请求领兵前往 宋江想让卢俊逸立功 捉住史文公 推他做梁山领袖 好符合朝盖的遗嘱 吴勇不同意宋江的话 指命卢俊逸率领五百步军 在平川小路埋伏 听候中军炮响 前来接应 宋江吴勇 攻孙胜 率领五千人马 攻打总债 秦明、花荣、陆志深、武松、杨志、史进、朱瞳、雷恒 各领三千人马 攻打南东北西四个寨子 李逵、樊瑞率领五千人马为和后 梁山军队出发的消息传到增头市 增长官就约及士文公、苏定 到中军战里商议如何迎敌 增头市的庄客 奉增长官之命 纷纷用锄头、铁锹 在村里各处挖掘陷坑 这是史文公的计策 要引诱梁山人马 前来打寨 然后四面包钞 把梁山人马赶进陷坑 陷坑挖掘好了 史文公就吊派一些人马 埋伏在陷坑附近 增头市为了引诱梁山人马 就怕一人身穿白衣 戴一顶青帽子 手拿短枪 骑着一匹马 马颈下挂着一串铜铃 马尾拴着一根野鸡毛 故意再从口转来转去 梁山前队人马 看见这个骑马的人 就要上前去捉 却被无用止住 原来十千探听了增头市 挖掘陷坑的事 早已回来报告过了 梁山人马包围了增头市 一连三天 增头市都不出兵交战 无用就派十千 再偷偷溜进增头市 把那些有陷坑的地方 都做了记号 无用得到十千回报 就传令各寨将领 准备进攻 一面叫前队步军 分作两队 每个各带一把锄头 又准备了一百多辆凉车 装上芦苇 干柴 这些容易着火的东西 暗暗藏在中军 第二天 将近中午时候 梁山人马在增头市村口南面 放起几声大炮 史文公听到债钱炮响 就集中人马在送债 却又按兵不动 他的意思等梁山部队前来 落进陷坑 山下扶兵救好诛人 正在这个时候 东寨来了紧急报告 一个和尚捂着铁铲杖 一个行者捂着双戒刀 带领军队攻打东寨前后 史文公联盟分拨人马 去帮助曾奎 史文公刚刚调走人马 帮助东寨 西寨又来了紧急报告 一个常然大汉 一个湖面大汉 棋子打着美人公朱瞳 插翅虎雷恒 带领军队攻打西寨前后 史文公就又分拨人马 去帮助曾索 进攻曾头市北寨的杨志 使劲把军马摆开在阵前 雷鼓摇旗大声喊杀 曾头市北寨人马 北梁山人马袭住了 不敢行动 虽然知道东西两寨都很紧张 却没有法子去帮助 随之无用 却早调动了马军 绕过山背后 分左右两翼 插到曾头市总寨的前面 就是那总寨和陷坑的中间地带 埋伏在陷坑左右的 曾头市人马 没有想到梁山人马 从后山进来 迎敌来不及 跑又跑不脱 一起被挤着 落到陷坑里去了 史文公就指挥 总寨人马向前进攻 想抢救那些 落到陷坑里的兵士 只见无用 把马鞭朝空中摇摆了两下 梁山军队里 立刻响起了一片锣声 就在那锣响声中 两队梁山步兵 每人拿着锄头 推出一百多辆车子 就在曾头市总寨门口 放起火来 车上的芦苇 干柴 硫磺 燕霄 完全燃着了 史文公的军马 走到寨口 进被这些放火的车辆挡住 烟火弥漫 连眼睛都睁不开 哪里还能冲上前去 只好调转码头 去到寨后 车辆上的火焰 把曾头市 总寨门口的柵栏 辽望台 全部都烧毁了 梁山人马 打了一个胜仗之后 就收军回去 曾头市连夜修理栅栏和 辽望台 曾图因为曾头市输了这一阵 折了锐气 心中不服 等到天亮 就和史文公商定 要出阵和梁山人马 打一仗 宋江听说曾图挑战 就带领旅方郭胜 出马迎敌 宋江看见曾图 想起了朝盖被射死的旧恨 不觉咬牙切齿 小温侯 吕方 挺起手中方天化计 飞马出阵 和曾图对打起来 吕方武艺不及曾图 炸了三十回合之后 急法乱了 郭胜慌忙上前帮助 两个夹攻曾图一个 吕方郭胜和曾图三个人 三匹马 在阵前搅坐一团 吕方郭胜 要捉曾图 两只划戟一起向曾图举起 曾图眼快 用枪迎住一波 吕方郭胜的划戟上 各有一条爆尾 曾图的枪上 有一条红鹰 三件武器打到一块 爆尾红鹰 互相纠缠住了 三个人都要扯出武器 急忙之间 谁也扯不开 小李广花容 在阵中望剑 暗暗取出弓箭来 骑马向前 搭上剑 拽满弓 看准曾图一箭射去 曾图刚刚扯出了枪 吕方郭胜两只 画脊上的爆尾 还没有分开 曾图就举枪 去刺吕方的景象 曾图的枪 还没有刺着吕方 花容的剑 已经射中了 曾图的左膀 曾图正是翻身落马 吕方郭胜 恰好解开了画戟上的爆尾 两只脊 一起朝曾图身上戳去 曾图当时被戳死了 曾图阵亡的消息 由曾图市总寨 传到中军帐内 曾长官听了大哭 曾长官第五子曾生 当时大怒 带了两把飞刀 要出阵 给曾图报仇 曾长官不许他去 只是阻拦不住 曾生经过总寨 教师史文公 副教师苏定 都主张坚守 等候救兵来到 再行出战 曾生一概不听 曾生和梁山人马对阵 宋江传令 前军迎敌 其名武器狼牙棍 正要上前 不料黑旋风李逵 手拿双斧 赤着脖 一冲就冲了出去 曾投市的兵士 有认得李逵的 就向曾生报告 曾生就叫放戒 平日李逵上阵 有向冲 李滚用盾牌掩护 虽然赤脖 从来没有吃过亏 今天他冲得太快 向冲李滚赶不上 曾生一剑正好射中李逵腿上 李逵就倒了下去 曾投市的马军 抢上前要捉李逵 梁山的将领 秦明 花容 马林 邓飞 吕方 郭胜 一起出马 向前死救 把李逵抢了回来 曾生见梁山人马多 不敢再战 就收兵毁债 过了一天 曾生要报哥哥 曾徒之仇 催着史文公出战 史文公没有办法 只好上马 出阵挑战 梁山将领秦明 要夺逃功 上前迎敌 秦明打不过史文公 战了二十几个回合 败下阵来 史文公赶上前 一枪刺中秦明左腿 梁山诸将 见秦明落马 上前把秦明救了 梁山人马 虽然救了秦明 军兵却不免受了些损失 收回败兵 退去十余里驻扎 吴勇和宋江商议 在战败之后 要防备敌人前来截营 当时传下命令 叫三寨暗中准备 果然那天夜里 二更左右 史文公和苏定 增生增密 增索 率领 债里人马 前来接营 增头士人马 冲到梁山中军寨里 举起刀枪 大喊杀人 哪里知道 却是一座空寨 史文公知道中计 赶忙指挥退兵 左边撞出 两头蛇谢针 右边撞出 双尾蝎谢宝 后面又撞出小李广花容 增头士捷营的部队被包围住了 黑暗中也不知梁山人马有多少 只听见杀生震耳 增索在黑地里被谢针以钢茶戳死马下 双方混战了大半夜 增头士人马大败 史文公和苏定 增生 增密 夺路逃命而回 增长官见三子增所死了 又哭了一阵 无心作战 想跟梁山讲和 史文公这时候 也有些胆怯 就写了求和的信 派人送到梁山大寨 宋江看完信 立刻扯了 满面大怒 不答应停战 宋信人吓得只是发抖 无用却把宋江劝住 宋江写回信 给增头士 提出三个条件 一 退回两次夺去的马匹 二 把夺马的御宝寺交出 三 犒劳梁山军事 增长官和史文公看了回信 既决害怕 又不放心 宋江无用 就派石谦 李逵 樊瑞 相冲 李滚 五个人 去到增头士作押 五人临走的时候 无用把石清喊到面前 暗暗嘱咐了一些话 石清领了那四个人 去见增长官 石文公对这五个人 有些怀疑 李逵大怒 揪住石文公就大 被增长官劝住 增长官心中害怕梁山士大 只想讲和 不听石文公的话 就备酒席招待五个人 增长官让那五个人 住在法华色寨里 去派五百名兵士 前后围住 增长官派增生 带了御宝寺 去见宋江讲和 增头士 送还了两次夺的马匹 并送一车金银筹券 作为赔偿 宋江看那些马之中 并没有赵叶玉狮子马 就向增生追问 并叫增生写信回去索讨 石文公起初不肯答应 增生派人回去几次 说宋江非要这匹马不可 石文公就提出条件 梁山军马撤退 他才送出这匹马 宋江无用正在商量这件事 忽然接得报告 青州灵州两路派了军马 前来援助增头士 宋江按传命令 拆官圣善庭规 魏定国率领部队 迎击青州军马 花荣马林邓飞率领部队 迎击灵州军马 宋江无用和玉宝寺秘密谈后 要玉宝寺又引增头士人马 出来作战 宋江有蛇剑为事 说不计玉宝寺夺马之仇 玉宝寺被舒服了 愿意投降梁山 无用就告诉他如何使用计策 玉宝寺装作私逃回寨 一直跑进总寨 去见史文公 史文公领玉宝寺去见曾长官 曾长官听说青州 灵州两路救兵来到 也就变了卦 和史文公商量如何去结债 曾长官所担心的 只有一件事 曾生还留在梁山寨里 史文公调动北寨苏定 东寨增魁 南寨登密 在这天夜里出动结营 玉宝寺等史文公发布了命令 就溜到法华寺 把无用锁定的计策 暗暗告诉了石谦 史文公苏定带头 杀进梁山的总寨 谁知又是一座空寨 史文公连忙下令撤退 这时 在法华寺里的石谦 爬上了钟楼 敲起钟来 梁山人马听见钟响 四面放号炮 敲锣响应 鲁志深 武松率领布军 杀进曾头市东寨 朱瞳 雷恒率领布军 杀进曾头市西寨 杨志 使进率领马军 则在曾头市北寨 现坑外边 等候截杀 李逵 樊瑞 向冲 李滚 从法华寺里杀了出来 曾长官见寨中大乱 要听说梁山部队东西路杀进曾头市 知道不好 当时在寨里自杀了 曾密还要奔回西寨 可是在西寨前面 被朱瞳 被朱瞳迎着一刀杀死 曾魁要奔回东寨 乱军之中 被掀下马来 当时被许多马匹 踏成肉泥 苏定拼命逃出北门 背后有鲁志深 武松前后有杨志 使进 一时乱剑把他射死 跟着苏定逃出北门的曾头市人马 绕不过陷坑 在梁山部队追击之下 就重重叠叠一起落下陷坑 史文公骑了那匹千里马 跑得快 杀出西门 往荒郊而行 这时正在黑夜 史文公大约走了二十多里 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 只听见树林背后一声啰响 冲出四五百名梁山好汉 为首的正是卢俊逸 举起手中赶棒 朝马脚就打 那匹马真是千里龙马 一箭赶棒打来 就从人头上跳过去了 史文公朝前走去 却走错了路 转转又转回到原来的地方 卢俊逸和燕青正等在那里 卢俊逸一刀砍去 正中史文公的腿上 史文公翻身落马 卢俊逸和燕青按住史文公 把他捆绑起来 押送到宋江大寨 梁山的中军帐 已经搬到曾头市里 宋江看见卢俊逸 活住了史文公 心中一喜一怒 宋江喜的是 卢俊逸有了这个大功 就可以遵照朝盖遗嘱办事了 怒的是 史文公当日射死朝盖 今天仇人见面 觉得特别可恨 宋江下令 把曾生杀了 又命把史文公装上求车 押回梁山 要在朝盖的陵前杀他寄贡 官胜花容等人 杀退了青州 灵州来源的人马 率队回到增头市集中 梁山人马 报了大仇 获得全胜 压着俘虏 求车 整队回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摆入 �ے 子 斑 mond 早 斑